大家好,嘟嘟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彼得舅舅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很好吃的蒸鱼丝肉丸 是一个很简单的料理 但是特别美味 没尝过的朋友 可以试着做 肯定不会让您失望 是的,真的很好吃 首先,备好芋头一个 今天这芋头净重250克 先一分为二 再切成薄片 每片厚约两毫米 跟着再切成丝 在切好玉丝内 加入半小匙五香粉 半小匙胡椒粉 半小匙盐 一小匙糖 二大匙番薯粉 再用手抓匀 加入二大匙清水 约30毫升 继续抓匀后 搁至一旁备用 货内倒入适量的油 50克小红葱片 冷油下锅 炉开中火 一只油爆炸 一只油爆炸 葱片转金黄色 像视频中这状态就可离火了 瀝干油粪 将油葱酥摊开散热 这葱酥冷却后颜色还会变深一些 料理盆中倒入肉末240克 四分之一小时五香粉 一小匙姜末 一小匙生抽 一小匙麻油 再少许甜黑酱油 增添一点底色 最后再一大匙的玉米淀粉 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 一直拌至肉末起胶成团 接着 徒手抓起肉末 像视频中一样抛摔 这里需要多抛摔个几下 才会有效果 肉末精致环节 肯定口感上会更弹牙 加入适量芹菜 不能接受芹菜的朋友 请改用青葱替代 再加入油炸后的油葱酥 哇 全部吗 真好气 嗯 这样才够香吗 将所有食材混匀 对 而且葱香味很浓 所有食材拌匀后 鱼分成六小份 再双手将肉末逐一抛摔 再塑成小球状 完成后 拌匀后的小肉丸 磕磕粘性强 先搁置一旁备用 取出玉丝 六个直径十公分的小碟子 这是炸葱油 在每个小碟里 抹上薄薄一层防粘 这时候将蒸锅里的水 预先煮开 浸至后的玉丝会排出少量的水分 所以需再加入二大吃番薯粉 再稍微抓匀 这样调味料就不会流失 玉丝也会比较干深 容易操作 在每一个小碟子内抓入小量一丝铺底 量不用多 薄薄一层就好 给肉丸垫个底 将肉丸一颗颗放上 好了 接下来 在每个肉丸盖上适量一丝 排了小量水分的玉丝 变得比较软 很容易处理 所有玉丝云分处理 再整一整理就完成了 这不难 是的 初一整理好 整体会比较美观 水开 放入蒸隔 将玉丝肉丸生坯 放入 盖好 中火蒸25分钟 时间到 熄火 锅盖直接打开 哇 香的呀 嗯 这芋头好香 这蒸熟芋头肉丸 趁热享用 特别美味 可以随个人喜爱 淋上酱汁 舅舅这是 泰式辣椒酱 上一支视频的 红甜面酱 也可以 嗯 看了就想吃 嘟嘟自便 舅舅开吃了 好的 嗯 芋头松香 口感绵密 肉丸蒸熟后也不硬 好吃 太好吃了啦 这食谱鱼做法很不错 即使冷却后也很美味 对呀 是的 这是享用芋头最好季节 舅舅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这样做 或者也可以将舅舅这视频做法 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大家都有机会享用这道美食 非常感恩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大家再见啦